嘉義縣長青活力站 感恩聖人杯的成果發表會 18日在縣立體育館舉行 600位平均年齡80歲的長者 參與運動競技 還有農作 魚撈特產走秀 展現活力 長者們扭腰打太鼓 手機靈鼓手搖靈 精彩演出展現滿滿活力和氣勢 嘉義縣長青活力站 感恩聖人杯成果發表會熱鬧轉拍 嘉義縣掌翁張良 多位名代及五位近百歲長輩 歡樂直沙包 為運動競技比賽揭開序幕 那可以帶給大家健康跟快樂 這次活動嘉義縣山海區各鄉鎮 共派出15支參賽隊伍 近600位長輩參加 他們平均年齡80歲 其中有23位年齡達90歲以上 透過競賽 展現他們平日課程的學習成效 另外也安排服裝走秀 長輩們利用樹枝 回收紙箱 飛起磕殼 岩爬及收岩本機等道具 全部展現村莊日常生活樣態和風土民情 我感到來參加這個活力戰 對我們個人的身體 身後 我今年85 85歲 大家也說我80歲而已 人家對我們老實大 有很大的好處 有這麼有運動 他還有一些手工 我們教你一些參數 像說我們社團比較沒有了解 是說生活方式 現在我們在家的老人 我們就是要怎麼顧自己 因為現在下來就是要出國 藉由成果站讓長輩們走出家門 在活動中找到新鮮感與樂趣 也鼓勵更多長輩到社區據點參與活動 認識朋友 火絡筋骨 新唐亞太電視方亞賢 台灣嘉義報導